后盖是灰的 然后中框又是黑的 第一反应可能想到这手机肯定就是华强北翻新的 哈喽这家我是奥哥 今天话给大家看一台啊 非常奇葩的一台手机 这台的话是一台国行的s20u 狭想灰是256区 然后是2020年4月份出产的 这手机为什么说到奇葩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手机是灰色 它本身是灰色 但是它是中框 它的中框是黑的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这手机后盖是灰的 然后中框又是黑的 正常的话中框应该也是灰的 在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呢 第一反应可能想到这手机肯定就是华强北翻新的 其他这个手机并不是翻新的 它这个的话是我一个客户 它之前在我哥买了一台那个s21512 然后他收到手机后他把这台 寄我来给个个就个帮他卖掉 这台手机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 之前这个客户他用这个s20u的时候 然后他摔坏了 摔坏之后他拿去售后 那就是他去刚开始跟售预约的时候 这个客户他也不记得他的手机是什么颜色的 他就报了给 报给售后说是黑的 然后这个售后的话就帮他准备了这个这个屏幕 还有中框准备一个黑的 到了之后才知道他手机本身就是灰的 然后就把这个黑色的框 还有屏幕就换换到上面来了 所以才导致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个手机的话 它也是原装有亲密的 我也注意售后那里查过了 这手机最实那边有一个叫有一个维修记录 看下他也是有亲密 他是因为换了屏幕之后 然后换屏幕这个框跟这个后盖的颜色对不上 才导致出现这种原因 但这种手机的话 你假如拿来卖的话就不太好卖 因为人家一想到你这手机本身是灰的 这个中框又是黑的 人家就可能觉得是翻新 这种手机的话就很难卖 像我这边的话 我那个粉丝说了 我说这个手机 估计要3000多才能卖出去 因为现在市场拿过正常的手机才4000多 你这个不比正常的平一个几百 估计也是没人要的 好了 这些的话就本期视频了 所以那个呢 有喜欢这个手机的话 也可以导个哥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